镜头来到中南区 今天8月8号 卓西湘公所是办理了113年度父亲节感恩表扬活动 由乡长田桂花以及公所主管用歌声献唱揭开序幕 也祝福父亲节快乐 并且也亲自表扬模范父亲以及环保爸爸 感谢父亲们的辛劳 今年卓西湘模范父亲感恩表扬活动 以温馨喜乐为主题 在会场外打造美丽的拍照场景 让模范父亲 环保爸爸 贵宾们与家人们留下美丽的合影 活动中歌舞展演各是让现场气氛热闹吻心 向长田桂花感性地说 父亲节对她来说感触很深 爸爸是家庭最稳固的支柱 每天不畏风雨 辛劳工作 只为给家人最稳定的生活 在我这个妻子做太太的心中 爸爸最重要的角色就是那个温暖的那个屋顶 如果那个屋顶没了 我这个做太太的做妻子的就没有那一片天 所以爸爸的角色真的很壮大 今年共表扬了11位的模范及环保爸爸 公所先是送上鲜花给每一位父亲 接着陆续颁发感谢状以及礼品 让爸爸们倍感祸心 其中太平村模范爸爸与家人们一起来参与表扬 非常感到光荣以及感动 开心啊 因为我今天得到那个爸爸 真的辛苦啊 养一个小孩子 每天他十多岁做做做做做到现在 现在还在做 基本上他的膝盖已经不好 他还是在工作 在这个特别充满温馨感恩的日子 为了感谢全天下父亲无私的放谢 及表达对父亲的感谢与祝福 相公所在父亲节日 特别举办父亲节感恩表扬活动 以表达对父亲最深以及最诚挚的祝福 记者高雄双卓西乡采访报道